安康安提 大家好 我是中立中心社王彥晨 然後我今年去認識美國第7770 然後是到南卡 好 所以相信大家出去的時候呢 在原地上都很多問題 不過在出去的時候沒什麼問題 因為旁邊有人陪我 所以非常順利 然後南卡人口將近四百萬人 也不算非常大 所以呢 氣溫跟台灣差不多 然後我住在 城市叫做 North Mobile Beach 然後非常靠近海 走路不用十分鐘 應該是就是兩個十字路口 然後這是第一個公家 大家應該看的就差不多就是 胖胖的 然後蠻標準的 都是美國人 然後這是他們家的後院 旁邊一條河呢就是 裡面的水是海 所以就是非常的靠近海 然後真的就是蠻鄉下的 沒有一台腳踏車 也沒有騎乘車 也沒有紅車 然後呢 因為去那邊之後呢 就是蠻鄉下的 在東部 沒有什麼亞洲人 所以呢 就上了抱 大家都覺得 很新奇的 來了一個亞洲人 蠻年輕的 所以就上了抱 蠻有名的 然後 第一個洪家非常熱愛 每次足球 所以常常去看每次足球 看四五場 然後每一場都很精彩 每一場都贏 結果走了之後呢 變成沒有贏 對 然後旁邊那個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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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對子 就是 獅子 然後在車上就是睡覺 因為呢 開車要六個小時 然後晚上 早上五點 就要出門了 還要洗車 然後還要再貼一堆 有的沒的在車上 然後 車上就是睡覺 就非常被照下來 然後 還有去看這個 冰上曲棍球 非常的暴力 所以 旁邊一看 都有那個 玻璃窗 應該不是玻璃 塑膠窗 所以才不會被打到 對 看秀 這個是一個 非常非常有名的秀 在美國 然後 裡面的歌唱非常好聽 然後還有一個是 踢踏舞隊 這是在 美國 是 第二名 全美第二名的 踢踏舞隊 然後 那時候因為 剛好要生日了 所以 紅爸就送我一個生日禮物 坐在前座 對 照得非常幸福 對 就是生日Party 然後非常多人來 但是 都是 右邊 但是左邊一看 都是 牢牢的 南卡 都是 就是 老人家來度假 對 所以 還蠻精彩的 不過都是 老人 聖誕節 我只有兩個轟家 所以到第一個轟家呢 就是過聖誕節 過聖誕節 過聖誕節的時候 他們家就只有兩個人 就是 轟爸跟轟媽 轟哥 三十幾歲 算轟哥嗎 對 然後就是 在這邊裝聖誕樹 然後 到第二轟家 就是拆聖誕樹 一個是裝 就在就要拆了 所以這個 紅爸看起來非常微笑 因為我幫他拆聖誕樹 對 紅爸看起來 有點嚴肅嚴肅 但是 紅爸是市長 然後 興趣 還蠻特別 喜歡打獵 喜歡開船 然後 喜歡 穿 重東西 所以呢 紅爸還蠻特別的 然後 好 這就是 遊行 然後 後媽也蠻 蠻crazy的 她為了這套衣服 花了一百多塊美金 然後叫我穿上去 結果媽媽帶回來 因為紅爸去年 明年還要再穿一次 所以我在 站在那個遊行車上面的時候呢 大家都以為我是紅爸 結果拖下來之後才覺得 欸 欸 這不是紅爸欸 所以蠻特別的 所以蠻特別的 然後在第二紅家呢 他們 因為紅爸喜歡開船 又喜歡打獵 有的沒的 所以就是常常去海邊 然後去爬山 然後 他們在很多地方都有房子 所以我們找出去玩 這就是 打獵 然後呢 因為到 剛到第二紅家的時候呢 我覺得紅爸有時候還蠻好笑的 因為紅媽 他們之前接過兩個交換學生 第一個是蠻正式的 第二個呢 因為第二個是來的女生 那個女生是他們第一個的妹妹 就是他們那個第一個走了之後呢 紅爸跟那個女生講說 跟他妹妹講說 你如果之後有機會的話 一定要再回來喔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那個女的就相信 然後有一天呢 那個女生的媽媽就打來了 喔Joyce 因為他們是 覺得講話不太標準 My daughter is just 就是 他們要出國了 然後已經在飛機上面了 所以馬上就要到你家了 所以呢 他們就只好再接待另外一個女生 又一名 那是她的妹妹 結果呢 有一天 紅爸又回家了 他就說 我們福倫社來了一個台灣來的教案學生 然後紅媽說 喔好啊非常好非常好 怎麼樣又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 那我們有兩個接待家庭 一個是誰誰誰 就是第一個紅家 然後紅媽就問 那第二個咧 就是我們 然後紅媽就嚇了一跳 然後紅爸就說 嗯 因為沒有人要接待 所以我就變成他們那個家庭 然後去打獵 結果又發生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呢 紅爸原本的槍都是在我房間的衣櫥裡面 結果呢 我一走進門之後 然後紅媽又說 你等一下上去看一下那個衣櫥裡面有沒有都是牆 你叫紅爸把它清一清 紅爸又說 喔我都清過了 現在那邊非常的乾淨 結果有一天他又走上去 他說 我要去打電 你要不要跟我去 我說好啊 他就蹲下來 把床的那個單子掀開來 原來下面都是牆 他從衣櫥移到我床下面 對 其實沒有贏的 好 然後他還帶我出國 就會帶我出國 這是在中美洲 然後 還有釣魚 有去潛水 然後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非常好玩 然後 然後 在那邊 還蠻不錯的 雖然蠻嚇一下的 多蚊子 嗯 不過還不錯 曬得蠻黑的 然後他們這是在北卡的一個房子 然後 通常都會下學 但是我去了三次 三次都沒有下學 有點可惜 對 還不錯 然後這是 嗯 Rollary 地區訓練 嗯 是玩遊戲啦 遊戲時間 因為 在訓練的時候 應該沒人才太早 好 然後大家應該看過吧 右邊 右邊那個 那個就是吃餅乾 把你的餅乾放在你的額頭上面 然後 動你的嘴巴 然後 左邊 左邊那個就是在 那個叫什麼 我也不太清楚你的叫什麼 反正就是前面有一艘船 後面拉著一個皮挺 然後你就站 坐在上面 然後非常刺激 然後這裡 這其實已經出發了 所以 浪還沒大 然後 這是所有的 Inbound 跟Outbound 然後 D770 D7770 3個7 然後 還蠻多人 然後 這是 在一個Outbound的家裡 然後 還蠻大的 游泳池 然後非常豪華 對 所以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做 我也變成人生 所以就這樣 然後 這是非常特別 大家在馬國旗 就我們畫領上 我們在車上滑的 非常特別 然後在 在迪士尼 這是去迪士尼的時候 所以大家都 看起來 非常的 鮮艷 對 然後 在左邊 大家都在跳舞 因為那時候剛好有上電 有節目 有節目來 所以大家都想要搶鏡頭 就在街上跳舞 結果就上電視了 然後呢 對 這就是 就是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有去紐約 非常好 還有去博物館 然後去 然後去 Times Square 還有去 他們最高的 那個 大樓 然後 非常的有趣 然後還有去那個 左邊那張 其實是一個公園 是什麼 愛麗絲公園 可是他那個愛麗絲 已經剩下頭了 全部人都把它遮住了 然後 這就是西部旅遊 大家都知道 要去機場的時候 要提前兩個小時去機場 所以第一張圖呢 就是我提前兩個小時 提前兩個小時去機場 都沒有人 因為是早上三點 機場也沒有開 所以坐在外面等 然後進去之後呢 大家都在睡覺 全部人都打地鋪 然後 那個登機的地方還沒有開 要到四點半才開 所以就坐在那邊 乾等兩個半小時 然後下面這個 就是 在西部旅遊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忙無聊 上廁所 大家都在等 所以就坐在那邊 一個接一個就坐下去了 然後 這也是在西部旅遊的時候 然後 還有去蠻多地方 什麼 Grand Canyon Yellowstone 然後還有去看瀑布 還有去看很多地方 大城市 小城市 鄉下 還有去牛仔村 然後 我就覺得 右邊那張還不算 雖然有點高 但是被禁止了 所以就沒有人拍跌了什麼 然後 然後 學校生活 學校生活非常有趣 在那邊就是選社團 大家都會有時間 大家一定會有時間 大家一定會有時間 大家也一定會有機會 這麼快 好 然後 所以呢 不要再聽我知道 好 我講快點 學校生活 然後 所以 就是 在那邊還不錯 但是 Prom的照片 拍起來有點模糊 又有點 大家是在拍 然後 大家是在拍 大家是在拍 然後 所以就是 在那邊還不錯 但是 Prom的照片 拍起來有點模糊 然後 謝謝 所有 在各位 為交換學生付出的人 謝謝 謝謝